HELLO 大家好 我們有見面 你一見我就發了 我念緊經啊 這個太常老君符 你們有沒有買啊 太常老君符 應該很多朋友都擁有了 都擁有了 都擁有了相當的 即是說上來 因為 整大片在這裏 哎呀 很多很多 大把那麼多 這些 其他那些都是啊 其他那些貨啊 什麼貨都有啊 所以說啊 你們要記得啊 很多東西啦 最重要是順順利利 對嗎 這些符呢 是幫你擋邪的 啊 即是撇邪那些東西啊 衰的東西呢 全部呢 都會幫你化下去的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你不加持不行的 一定要加持要催谷啊 要念經啊 仲經啊 那些啊 那些都很重要的 這樣呢 我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呢 是什麼呢 好了 哎呀 看一下先 OK 那天我又跟大家分享到呢 就是講那個 什麼呢 我先看看 我自己也不記得 講牛的 在五月份的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 是福虎的 五月份 會好不好啊 其實福虎在這個月 五月份來講 雖然就是幾天啊 就三合 化解 做什麼都可以化解 這樣呢 否極太久了 做什麼都會順風順水 機會就很多來的 這樣呢 有貴癮呢 肯定是協助你 所以你不要走雞 如果是講有貴癮呢 協助你來講呢 你要把握時機 你會得到你要的東西的 那如果你要貴癮來講呢 坦白講呢 那 貴人符啦 其中一個啦 你們用貴人符 那我一直來呢 我都叫你們用三張 五張 七張 九張 甚至乎如果是講 真的沒有貴人來呢 你用到十八張都可以 但是九張呢 已經差不多 都很夠力的了 那你們都可以試一試的 什麼貴人符 都是一樣的 朝貴人符 一定 我有下這個經驟 在裡面的 那如果呢 你們做什麼都好呢 遇到有什麼事幹 很棘手的 都有轉機 所以啊 熟苦的朋友 你就一定要把握時機了 而且呢 做什麼事情呢 都會很順心順意 所以不用擔心這個五月份的 雖然還有幾天都好 好的開始了嘛 那可惟呢 家中呢 都有福氣的 不用擔心啊 啊 樂氣融融了 你明白嗎 所以呢 又什麼呢 去到外面呢 都有知事華 機會很多 在你眼前的 所以呢 你要愛呢 做什麼都好呢 安心樂業去做 啊 你愛做什麼呢 你去做 所以熟苦的人呢 在五月份呢 是飛到 非常相當不錯的 希望大家呢 就要把握時機了 所以 出現在幾天都好啊 時雷運轉啊 記住了喔 OK 好啦 拜拜